家長們帶著幼兒在親子館內 一起跳舞 御動 聽音樂 好不快樂 因為在館內帶小孩 溜小孩 不但小朋友安全 家長也輕鬆 更能夠讓小朋友學習 顧小孩的話就是很安全 他們就是會教小朋友一些認知 那一些都我覺得還不錯 手做黏土幹嘛的都還不錯 一區一親子館是基隆市長林佑昌 就任基隆市長開始 就指示的目標 到目前就職七週年 六個區已經有親子館 信義區親子館正在施工中 這個目標已經快達成了 在林佑昌市長就任前的話 我們只有安樂親子館一個地方 那現在我們已經佈建到六處了 那分別是七堵 西町 暖暖 仁愛 還有我們旗艦級的一個祖孫館 那目前的話 我們還有信義親子館在動工 那這是最後一理路 如果說新義親子館如果動工完成的話 那我們就會完成了七區七親子館的一個部件 除了親子館 基隆更成立全國第一座老幼貢隆市 適合六十五歲以上長輩老人家 以及六歲以下幼童和爸爸媽媽或爺爺奶奶一起活動 遊戲或是休息的祖孫館 備受年輕爸媽以及長輩的高度肯定和滿意 六區六個親子館的使用率 平均一年累計有十三萬多人次經常使用 這問題很讚 每行設計都很好 都會有 這我們六歲在這樣 這樣一四個六歲來開槓聲 情調都不錯 環境 他們的設計很可愛 對 跟外面的比較起來的話 你覺得很特別 因為其實在外面沒有看到 像這麼多木製的這種小木屋 或者說爺爺奶奶 還有包括小朋友 我想這個是全領的 大家都非常的歡迎 由於台灣已經進入少子化和老年化的社會 基隆市也不例外 老年人口比例更是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十八點三九 老年化全國排名第六 年輕爸媽要上班 下有幼兒上有長輩 一區一親子館是目標 祖孫館是首創 那麼真正照顧長輩老人家的政策措施 更是重中之重 其中補助長者裝甲芽的政策 可以說是林佑昌市長隊 照顧基隆市55歲以上原住民 一般65歲以上長輩健康 最具體使用的政策措施之一 到目前為止 已經大約有9400多位長者使用這項措施 大概每8位就有一位長者受惠 那我們從104年開辦到現在 我們的受益的長者 大概有9400位 那我們基隆市的長者現在有67000 所以我們算了一下 大概我們長者裡面 每8位就有一位受益於這樣的一個政策 裝置了我們市府的老人假牙的一個補助 整個一個行政流程能夠更便敏 所以在104年5月的時候 很迅速的調整 把它調整成讓我們的市民5分鐘辦到好 另外依據市長林佑昌的指示 社會處更針對老年化的到來 強化輔具的租用以及便利性 我們在105年的時候 我們把舊的輔具中心 從一個地下室 我們把它遷移到信封市場樓上去 它整個佔地差不多超過150坪 所以說一方面可以讓我們多樣的輔具 能夠在裡面展示 二方面的話是能夠擴大相關的一些服務 包括維修 包括竹介等等之類的 我們也推出相關的一個巡迴服務 因為很多大顧名思義 我們的對象就是比較行動不便的人 那所以說如果我們能夠主動去接近他們 我想這個可能更能夠讓這樣的一個政策 能夠落地 讓這樣的一個政策 能夠讓更多人能夠使用到 市長林佑昌上任就職第一天開始 就特地延覽社會處長吳挺峰 指示進行相關照顧幼兒 及長者老人家的政策推動 就是要協助年輕人照顧好長輩以及幼兒 營造幸福基隆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